而旅美投手王健民现在确定加盟华盛顿国民队了 也带动所谓的王牌商品要换新装咯 原本咯就买气比较冷的国民队周边商品 现在开始发烧 反而是这个洋鸡队的相关商品 因为剑载离开退烧 业者现在准备要推降价取消咯 旅美投手王健民穿上40号国民队球衣的这一刻 原本冷清的国民队商品 这几天在台湾的销售行情也突然升温 你接下来想要买洋鸡还是国民 国民 国民的为什么 我只支持王健民以外 只有支持王健民 其他国民球衣我不支持 目前国民队的商品 目前业绩成长差不多两成以上 而且相对的洋鸡队的也下滑了两成以上 因为王健民转队的效应上 全部人所有的球迷在这两三天之内 热烈的询问国民队的商品 有没有王健民看来真的差很大 华盛队国民队在台湾的代理商 引进的种类 原本只有帽子 T恤跟球衣三种 少得可怜 下礼拜陆续赶快叫货 要像阳金队一样 特设一个国民队专区 而至于国民队40号的商品 预计下礼拜五 球迷就有机会可以买到 最快在下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就会先推出T恤 等他这一季 假如有打出成绩以后 他的球卡或者是球衣啊 签名球之类的 就会慢慢的就有价值了 国民队商品康 前东家阳金队的商品业者降价促销 包括原价750的T恤 变390元 球衣也从原价2150元 降到990元